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居然这么晚都没有睡着 这个电影我给9分吧 10分吧 我觉得挺满意的 8分吧 打8分吧 8.5 怎样也有8.5分 10分吧 打9分吧 8分吧 这样 9.5分 应该是唐僧吧 吴亦凡吧 林更新的纵红 我觉得吴亦凡演的唐僧还可以 唐僧主要演的是非常幽默的 从来没有见过唐僧 还可以这么拍 杀僧的表演还是不错的 觉得出发界最多 我觉得这回吴亦凡演的比较超出我的感觉 他这次的演技很爆棚 这个大家表现都挺好 但是可能说吴亦凡吧 对 就是更让人比较深刻一点 吴亦凡在这部影片里边 我觉得跟以前还是挺给我惊喜 因为毕竟以前看的都是像老炮啊 比较酷的这种感觉 我们这次出演的这个角色 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开的 主要颜值太高了 吴亦凡对 然后我女朋友一直在感叹 就没想到吴亦凡还挺搞笑的 在电影里还是挺搞笑的 这次还没有绝了 因为首先他饰演这个唐僧 跟之前咱们以往形象中的这个 就是不太一样 不像以前那种比较正直 特别正经的这种 他这个人是稍微有点渐渐的 有一点这种 对 所以说首先这个形象的人很深刻 而且他的表演方式也感觉和他 可能之前的也不太一样嘛 对 因为之前可能都是摄影像那种 就是比较典型的 高富帅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说他现在这个表演方式 还有包括形象 都做了挺大的改变的 对 所以说会让人更衍生后一点 对 比较有另一种版本的唐僧吧 原本的唐僧是比较死板的 然后那个是比较直肠的 然后脑子也不转弯的 但是如果是这部戏的唐僧 它是比较活灵活现的 比较可爱的 比较呆名的 我觉得吴亦凡演技 有很大的进步 演员很好 很多包裹啊 其实还是挺想不到 因为对于他以前的这种表演 和现在这种情绪 还是有很大的增变 然后开始觉得他有点放不开 后来觉得爱死了 他和之前的片子比起来 他的这个演技大有长进 会推荐 肯定会 肯定会 会的 肯定会的 会的 一定会的 会的 肯定会的 因为这个同事 我们过两天都会休息 所以说我们都会再去看的 会的 会推荐给身边朋友的 肯定会推荐给朋友的 我们片子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